欢迎回到华尔街周报的节目现场 过去这周投资人最期待的题材 就是美联储可能降息的各种经济讯号 而另外G20究竟有没有可能让中美的领导人见上一面 直接沟通来米皮起见 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在这种高档震荡的走势之下 投资者现在又该如何操盘 今天节目当中再度访问华尔街的资深投资顾问陆赵翔 请他来解读点评一下 以下是专访的内容 今天节目当中很高兴再度邀请到了 华尔街的资深投资顾问陆赵翔先生 来跟我们分析一下近期股市的表现 杨树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 是 这个本周股市是从上一周的 上反弹的走势之后 好像进入一个比较整理的格局 那么现在投资 其实最期待的一个题材 当然就是我们美联储 是不是会降息这个问题 你怎么看待联储接下来的 一个货币政策的一个情况 前一两次来的时候 我们刚刚提到一个叫 有点点稍微短期的叫inverted yield curve 就是说表示未来有可能会有反而经济衰退的一个征兆 没有想到就是说这个中美的这个贸易谈判 并没有任何的迹象好转 所以说股市本来是预估随时都会有一个谈判成果了 就是达成协议 结果没有 就反而好像越来越 就好像不乐观 所以股市跌了一点 这个时候我们的联储会主席 鲍威尔就好像给了股市一个强心争 如果说真的再不好 我们有可能降息 但是这个降息其实是一个 还是一个很新的一个话题 就是说之前都一两个月前都没有人讲的 所以说我认为要看未来的走势 如果说万一要是中美达成协议的话 那股市的表现可能就是持平 如果没有达成协议 股市就可能有往下走的迹象 有往下走的迹象说这个时候 抵消它往下走的力量 就是联储会可能降息的机会越来越高 所以说我觉得投资人 应该保持一个观望的态度 而不是说大量的long 或者大量的short 要观望一下 我认为整个市场来讲还是偏高 有一点风险 所以投资人其实也不需要过于期待 这个美联储降息这个题材就是 不会 不要 对 那你刚刚也提到了 这个中美贸易谈判的问题 那现在大家都非常期待 就是在G20嘛 6月底这个G20会有一个可能性 在此之前股市有没有一波动能 有没有一波可能性 没有 因为现在习近平要不要出席都不知道 习近平如果出席他就会跟川普见面 川普见面的话可能就比较好一点 因为总是比较有希望一点 本来之前是一直看说快要达成了 2月 3月 川普见面说快要达成 even川普这个礼拜还在说 很快就会达成 但是一直没有达成 所以说现在市场已经稍微回跌了一点 然后联储会说要降息 所以又涨回来一点 所以说这个短期这个波动应该就是 我感觉算是有点高档震荡 这样子但是就是说 未来的话要看怎么走 也许这个如果说突然有个好消息出来的话 这个股市就有可能会涨 那么因为现在看起来变成有点像说 川普他一直在施压 但是中国方面其实想答应也答应不了 因为他才提出来的这个可能是一种结构性 非常根本性的一个改革 这个也很难同意 那在僵持的情况之下 你对股市还可以保持乐观吗 在接下来 你刚刚说高档震荡 我觉得可以 我觉得可以 第一 我觉得这个基本上现在不只是一个关税 一个贸易战 变成一个国力战 就是说现在美国要努力 克制中国的国力这个成长 像当初打压日本一样 就像那个Robert Laiheiser 他当初就是三四十岁的时候是 强迫日本签下广场协议的 现在他七十几岁了 又要代表川普出征去打压中国 不过我觉得这次他们会碰到软钉子 我觉得他们毕竟还是 他们毕竟还是要有连任竞选的压力的 他要面对国内的选民 尤其是中国打压的都是几个他的那个州 所以我觉得他们最后还是会 他们知道打不下去了 他们最后只好一部分收回来 或许有什么策略我不晓得 但是我觉得他们会表面上做一点文章 所以你觉得其实软化的可能性是有 双方都有稍微软化的可能性 现在看起来是没有 因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 就是说双方都要很硬 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底下怎么移动 还在谈嘛 还在谈 我觉得习近平应该会去 之前你有跟我们提到这个Beyond Meat 那Beyond Meat其实从IPO25块上市之后 最近股价已经100多块 140块了 最高对 140块 最高160、170 160、170 你怎么看待Beyond Meat 我是觉得说他的那个理念 跟他的这个技术应该是蛮好的 所以他现在应该是短期太高了 所以依然看好他 但是现在这个价位可能不宜进 那反弹回落之后可以进 回落看投资人的操作策略吧 如果你真的很想买 100以下就开始买 然后80再买 60再买 就是说长线的投资 那有个短线的策略这样 那亚马逊呢 亚马逊这种跟阿里巴巴一样 长线都看好 因为这个人都是genius 都是天才 那有没有好的进场时机点 还是任何的回落都是一个好的进场时机点 阿里巴巴跟Amazon应该都还算比较平稳的吧 没有太大的 就是说好像大涨大跌了 所以阿里巴巴跟Amazon都是建议 如果有一点好的时机点的时候就可以经常来买进的一个股票 对 这些长线都看好的 那Uber呢 Uber最近题材很多 之前虽然不看好 但是最近Uber的题材很多 Uber这个公司的短期看起来好像是很好 它的什么都很大 但是它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实质 我觉得Uber长线我不看好 那你之前有提到过微软 微软你觉得微软之前 它这周Xbox Xbox看起来好像 微软这几年是一批黑马 我觉得它也比我想象中表现还要好 但是我认为这都没有什么大涨的机会了 我认为 所以你不建议 我认为最多是个hold 好 最后波音公司 波音公司据说两个月已经没有拿到订单了 这个付费的问题也都还不确定 你对波音接下来看吧 长线都不看好 所以都不要再碰 好 那我们最后一分钟 虽然你说对股市还是保持乐观 但是其实我也知道有不少人在最近的 因为很悲观 所以他们不但没有观望 而且还经常做工 那当然在这个六月初 这个大涨反弹的时候就蛮惨的 在这种情况下 你偷征什么样的建议呢 因为我觉得挑个股 挑个股好的 所以还是乐观 永远有 天天都有涨的跌的 我觉得科技股 我还是很喜欢一些科技股 就是说深化科技 或者是一些新的科技 我觉得说不定华为就可以买 或者是腾讯 好 谢谢陆先生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谢谢 谢谢 好的 陆先生认为 中美贸易谈判 虽然目前双方的态度似乎都很强硬 但在现实的利益之下 两方的领导人逐渐软化的可能性 还是很大的 因此他对股市仍抱持着较乐观的看法 反而他是对美联储降息的题材 是比较保守的 也建议投资不要过于期待了 而另外在焦点个股的点评上面 他认为BeyondMate可以逢低的逐渐进场 另外像是亚马逊与阿里巴巴都是优质股 投资人如果不喜欢高风险 喜欢风险比较低的话 那么可以长期持有 好的 以上就是本周的华尔街周报 节目内容 提供投资朋友您做个参考 祝您周末愉快 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